拥有60年历史的南投水里国小分校 玉丰国小 在今年的暑假将要走入历史 而废校之后的学校用地 目前有森林小学、企业基金会 以及老人安养机构来接洽 由于废校已成定局 家长希望不要废校换思想 剥夺在地就学的寿教权 课间活动时间 大家全都在操场跳绳 全校小朋友集合起来 也只有16人 今年暑假过后 拥有60年历史的南投水里玉丰国小 将不再有小朋友的读书生和欢笑生 因为他们全部都并到两公里外 四分钟车程的水里国小 特殊在看看 如果不方便的话我就要转回去 住在山上的张同学 爸妈都在外地工作 靠奶奶每天在下山上学 换到水里国小后 上学路途更遥远 家长质疑 非掉玉丰国小 换收费高昂的私立小学 或是教育训练中心 对地方是一种伤害 生小那个是盈利的单位 他来这边是 全都招去外面比较优势的学生来这边上 然后我们这边就是被他排挤掉了 这样对我们这边来讲是有一点不公平 是工艺单位来运作会对地方的那个 受益会比较大 玉丰国小废校后 已经有森林小学老人安养中心 企业工艺团体对废校后的这块校地有兴趣 负责并校业务的水里国小校长指出 未来校舍校地使用 一定会考虑在地需求 森林小学也有其他单位 包括非教育类的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活化 我们也会暴雨比较是朝向能够对当地民众 没有负面冲击的 而有正面提升的 九二一地震后重建的水里御丰国小 当初是由民间捐款重建教学大楼 但现在六个年级平均每班只有两到三个学生 家庭大部分务农 也有弱势家庭和隔代教养的困境 地方上要求 废校既然势不可挡 希望未来能活化校舍校地 也能带动地方发展 记者黄金友 赖世杰 南投报导